我們看到了 有關在烏克蘭戰場上 很恐怖 一個叫做極速炸彈 拜登居然批准要援助 美國 要援助烏克蘭極速炸彈 現在包含川普 川普都在批評拜登 怎麼可以提供極速炸彈呢 他說拜登是把美國 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戰 因為未爆彈的極速彈 會傷害無辜的老百姓 就連俄羅斯的國防部長 邵一谷也說 如果烏克蘭用了美國 提供的極速彈藥 俄羅斯會以牙還牙一眼還眼 用同類型的武器來報復 那等一下再請這個將軍 來幫我們解說一下 什麼是極速彈藥 有多麼的恐怖 因為以前有很多的戰爭有用過 比如說越戰 台灣戰爭 阿富汗戰爭 伊拉克戰爭 最恐怖的地方就是這些極速彈 其實呢 最後會受傷的 大部分都是平民老百姓 因為受過訓練的軍人 他可能一看知道 就像這個常這個帥將軍講的 哪裡有地雷 他們會知道嘛 看得出來 但是對老百姓來說 他根本分不出什麼樣的彈藥 他怎麼能分得出來 這到底是不是極速彈呢 對 我們要極速炸彈 我們要要植母彈 他少的話50顆 他這個拳頭大小 小的話一磅 大的話三磅就可以了 他這個植母彈 多的話這一枚彈下去 是600顆 600個拳頭 他一抱整個 他是個面 這個面 這一撒出去之後 一抱完你看 一個面 一個面 整個這個面的打擊 面的摧毀 他算是屠殺 第二個 它是一種 我們講到的 無差異 你整個下來的時候是無差異 你平民百姓 還有軍人 你打上去打軍人 沒有鎖定的就對了 對 整個一個面 老百姓 小孩子怎麼通通都殺死 你這樣是無差異的攻擊 無差異攻擊 在日內馬公約有禁止 你不可以無差異 打仗打軍人 你怎麼可以打老百姓 還有老弱婦孺 手無寸鐵的這些兒童 那都沒辦法 因為整個一撒下去是個面 那第三個後遺症 剛才藝人有講的後遺症 因為它有3%的不良率 你100顆會有3顆4位爆彈 不會爆 那小孩子怎麼不知道 也有些是個棒球 你像個拳頭那麼大 棒撿起來一砰一炸 當場死亡 他這是很強暴 這力道很爆的鋼豬彈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我認為這是違反人道的 對 所以其實美國 一直在講人權人權 結果你看 在面臨戰爭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來分析 因為據說有美國的軍官也說 美國就是把那些賣不出去的彈藥 全部送到烏克蘭的戰場 我們繼續來聊 我們剛說到了 很多的戰爭都有用過 包含了像海灣戰爭 然後越南戰爭 愛富汗戰爭 伊拉克戰爭 但是很恐怖的是你知道嗎 二戰以來 極速彈藥已經造成了大約 五萬六千到八萬六千名的平民死亡 而且據統計 極速彈藥造成的傷亡當中 百分之九十都是平民 而且其中很多都是未成年人 所以在這些戰爭當中 你知道嗎 很多的國家其實是反對的 包含這一次 英國首相也出來說了 還有加拿大意大利等 北約成員國 以及紐西蘭還有奧地利 都反對使用極速彈藥 但你覺得很奇怪 美國不是一直在講人權嗎 為什麼 在戰爭當中 他們就會想把這個彈藥送到烏克蘭去 有一位美國的退休軍官 他就說 美國根本就是想把那些賣不掉的武器 送到烏克蘭戰場 將軍你怎麼看呢 有可能因為美國的這些選舉 不管參議員中議員 或者是總統副總統 他很多的政治獻金來自於軍火商 那這軍火商 他這個急速炸彈已經放了四十年了 你趕快把我賣掉吧 我賺個幾十億下賬來 因為你的選舉的經費是靠 美國的議員 美國的總統選舉是沒有選票補助款 我們一票三十塊 他一塊都沒有 第二個他沒有政黨的補助款 我們政黨補助款一票五十塊 那一塊錢都沒有 那靠政治獻金 政治獻金很多部分是來自於軍火商 那軍火商就幫我推銷一下 我這已經庫存四十年 我就庫存三十年了 我要出清存貨 不然變成呆料在那邊 那我出清存貨就賣掉 好那賣了 買進來之後他把這個錢收了 再來就有政治獻金 所以美國是軍工複合體 是這個樣的 但是急速炸彈 今天烏克蘭如果拿到的急速炸彈 在戰場上使用 我判斷 俄羅斯會大量使用油氣彈 或者真空彈 更猛的 對 那個是一種 那是一種類似的 就是我們講到的小型核子彈 那個中一下真空 然後溫度高達2500度 攝氏2500度 你看人會變成怎麼樣 那會變成這樣 那會造成更大的殺戮 因為俄羅斯說 你用急速炸彈對我 那我用真空彈 我用油氣彈 我們所講到的就是我們講到那種 那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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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威力 對 它震爆 它的真空把它把所有氧氣都燒光 你的人都自己 這個五臟六五震撼了 因為它那個震爆力量 震爆力量 它是瞬間爆炸的時候 它這個就是以這個因素 就是灰飛煙滅 因素膨脹出來 會非常快速 將近大概有三倍因素膨脹 你看人被這個因素那個氣那個打到 還有高溫 我剛剛講的高溫震爆 你這樣造成 它會造成我大量死壓 這個叫一個名字溫壓彈 溫度的溫 因為它高溫 壓力 瞬間的壓力 把你整個五臟六腑都震碎了 這是算不人道的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你看 最後美國不論送什麼武器 還有我們剛剛看到的 德國 英國 這些國家 北約國家 你不論送什麼武器到軍援 烏克蘭 其實最後死傷的 其實都是當地的軍人 還有參戰的這些軍人 還有這個老百姓 所以俄羅斯現在已經放狠話了 如果烏克蘭用美國給的極速彈藥 俄方會用同類型的武器來報復 所以俄烏戰場 其實打戰到最後 我們真的看到的是人性 還有哪一個國家尋求的是和平 哪一個國家是漲的人權 但是最沒有人性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到 中巴合作 哇最大 史上最大一筆訂單來囉 未來可能還會有更大的 JF17 也就是我們說的骁龍戰機 巴基斯坦跟伊拉克 達成了12架骁龍戰機的採購協定 而且這個CP值之高 總金額是11億美元 這是巴基斯坦史上最高的軍售交易 在這個軍售當中 其實跟中國一起合作的 42%的飛機零部件 是Made in China 中國製造 那58%的總裝 是在巴基斯坦完成的 將軍你怎麼看呢 骁龍戰機 這個骁龍戰機賣到這個 這個我們講的中東 因為伊拉克 中東 對伊拉克 這個骁龍戰機 是特別為巴基斯坦而設計的 所以你看看 那個在中國大陸 有沒有用骁龍戰機 中國大陸都是前16 前10 前17 還有我們講到蘇凱 27 蘇三棟 還有蘇三五 沒有骁龍 那骁龍就是外銷 就是用來巴基斯坦 現在中巴在核置這個骁龍 外銷到伊拉克 甚至有的伊拉克之後 可能其他的中東國家 阿拉伯國家 甚至埃及或者是利比亞 將來也會買骁龍戰機 都有這種可能 他會看 大家都會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比較相對於 跟美國比起來便宜 美國來講便宜 你看骁龍戰12架才11億 一架不到1億美元 美國F16都是超過1億美元 那我就買這個骁龍 而且運用的 在巴基斯坦運用的 非常成熟了 那非常成熟了 又是中巴合作 那他像一個國家 像巴基斯坦來購買 就像中國大陸 像巴基斯坦來購買 變成這個狀況 那骁龍戰機還包括 我們剛才講到的 中泰2023殷級 那個我們講的 那是前空漆 那前空漆是中共所使用的 前空漆的話 是算是輕型的轟炸機 它也可以說空戰 沒有問題 但是它原理上是對地對害 做打擊 那這個換教授的骁龍戰機 在某一些 尤其它換裝的這個 相位針對雷達 還有它數位化 有些某一部分 有我們講到 有後發優勢 就是說你先做對不對 但我做的時候 又比你好一點 後發優勢 就超過了F16 而且又比較新 變成這樣子 又新 然後又後發優勢 你F16還沒有到 因為你用舊的 F16已經40年了嘛 最第一批出來的 已經40年了 那現在我這個後發優勢 這次我用更新的 但最近為什麼伊拉克 最後決定要買骁龍戰機 其實阿根廷也想買 而且阿根廷也想要把這個 戰機的生產鏈 供應鏈直接移到阿根廷 但是現在很多國家都在反對 包含了一些西方國家 所以阿根廷現在這一單還沒談成 但是我們先來看伊拉克 其實伊拉克以前都跟美國買戰機 但是美國就很喜歡這樣 你不聽我的話 我就東扣你這個西 不賣你這個 所以現在據說美國就不提供他們 AIM-120中距的空對空導彈 所以就導致伊拉克之前跟他買的戰機 本來是四代機 然後就降為3.5代機 所以伊拉克就很不高興 他就開始決定啦 那我是不是跟法國買 我是不是跟中國買等等的 跟其他國家來買 那當然美國也一直在阻礙 那最後其實伊拉克有從法國買了 這個標封戰機 單價是2.4億美元 但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這一單的價格 這筆蕭龍的訂單單價9100萬美元 他有配件有彈藥 換算起來每一架是5000萬美元 這個價格不到F16V的一半 大約是標封戰機的五分之一 所以大家說CP值很高啊 蕭龍戰機第一價格低 然後你後來後續 常常將軍在跟我們講的 後續你維修才是真的貴 維修跟作業的成本 還包含可能還要訓練空服員的成分 然後訓練飛官的成本 以及蕭龍的武器系統 比伊拉克原本的F16 又更加的先進了 然後他又可以有空空飛彈 空對地飛彈 可以裝更多種的新型武器 對到時候因為美國不賣 M-12株C-Douch A 第八代他已經到第八代了 我們台灣買的是第七代 最好最好也給你掉第七代 他現在美國已經研發到第八代了 這是已經變成長城的空對空飛彈 好那現在那可以啊 那中國大陸賣給你的時候 他把霹靂賣給你啊 他霹靂腰洞 霹靂腰兩 霹靂腰五賣給你好不好 就是霹靂腰五已經到長城空對空了 就變成這樣 換句話說 中國所開的條件是比較優渥 又比較新 又比較價廉 因為我們知道這架飛機 你要哪些配件 你要什麼樣的雷達 甚至有時候發動機還不一樣 你要哪一種發動機 就是這樣子 你要原來的窩傘十 還要現在最新的窩傘十五 可以隨時升級的 沒有他現在就是說 隨著推程租心 配件都會不一樣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總體來看 像美國買飛機 你要乘以後續的微保 你要乘以2.5倍 你這一架是 對 你後續零件了 你每開多少錢 這個要換 那個要換 發動機要換 主控遊戲要換 附件齒輪箱要換 好多都要換 你不換 你因為省這一個 你摔了一架飛機 值不值得 那不值得 當然要換掉 你不要因小失大 會有這個狀況 那當然現在都是系統件 我整個系統換掉 終點到了換掉 換掉之後 裡面一些零件 換新的 這個就可以用了 就變成這樣 成本維修的 維修的方便度提高了 那現在就是說 那個中國大陸賣的這些 相關的這些配套配件 是優於美國 雷達也新 後發的優勢展現出來 那大家看到會 按照價格取向嘛 你便宜 你如果那可以買 你買 你買美國一家 那我買兩家 你要哪一種 你看了軍融壯盛 那我買兩家 對於這種有預算 是限制的這些國家 那他還是跟中國大陸買 對啊 你要是吃牛排 還是要吃三個披薩 意大利麵要哪一種 那可能說 那我吃三餐意大利麵 三餐意大利麵 底一個牛排而已 那我要吃這個 意大利麵是比較便宜 類似這個樣子 所以不管是在這預算上 還有呢 在跟中國大陸的軍事合作上 這個其實啊 剛剛講到了嘛 跟經貿啊 外交啦 這是層層關係的 而且據說未來呢 亞賽拜然也有可能 再買12架同體系的 骁龍三戰機 那現在呢 不只是骁龍 中國大陸在做外銷 還有隱形戰機 FC31就是胡鷹戰機 未來也值日可待囉 所以接下來呢 在軍工產業上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 不只是賣這個戰艦 接下來的戰機有可能 所以這一次啊 媒體就下了一個標 叫做這個骁龍取代F16 未來有沒有可能 他會汰換這個戰機呢 那說到F16啊 土耳其原夢了 也不能說原夢啦 土耳其原本應該 最想要的是F35 但是結果被踢出了 那個計畫當中 好那F16呢 美國就在那邊 要賣不賣的 搞得土耳其也不高興 那接下來牽車之鑑 如果美國應該也知道了 我再不出手的話 我再不賣它的話 土耳其會不會真的 也跑去跟中國大陸 買中國大陸的這個 骁龍戰機呢 好那當然也有條件交換啦 最近大家也在討論 欸 美國是不是拿F16戰機 來跟土耳其談條件 你不要再卡這個瑞典了 你讓瑞典加入北約了 對 那個土耳其提兩個條件嘛 第一個希望 土耳其加入歐盟 是這樣嗎 我加入歐盟的話 歐洲議會我就可以選議員 歐洲議會的議員 現在是705席嘛 那土耳其人口多啊 土耳其人口8800萬耶 比那個德國還多耶 德國人口最多的就是8500萬 他比德國還多300萬 那比法國更多 法國人口才6700萬 你看 他這個歐洲議會是按照人頭 比例來做議員的分配 那將來我在議會我人最多 我可以很多席 對 我各拉帮結派到時候 我到時候選歐盟主席我最方便 為什麼 因為我人最多啊 當然他對小多國家 比如說盧森堡 或者是比利時這小國家 他也有做名額的保護 他不會說你因為 你這個盧森堡人口才40萬 我就不要 他有保障 他有保障 不是 這個就不是按照人口比例 他有基本的要配備 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這個F16 第二個就是我們講到的 他希望第一個是加入歐盟 第二個就是希望F16 我們知道 土耳其跟希臘一直搞不定 還為了 我們知道 對不對 克里特島 他搞不定嘛 好 那現在搞不定 曾經這個希臘的幻象戰機 那個希臘的幻象 把土耳其的F16弄了 沒有發射飛彈 但是兩個一直空戰空戰 空戰空戰掉到海裡面 飛行員 飛行員這個一死亡 但是一獲救 是這個樣子 所以土耳其吃過這個虧 那也曾經因為希臘 所以他現在想要全面提升 他們的這個空軍的戰機 因為希臘後來 我講的是他的希臘的幻象兩千 去對這個土耳其的F16 對 現在是希臘的F16 對土耳其的F16 變成F16打F16 美國的F16 但是這是希臘的 美國的F16 但是這是土耳其 兩個互相打F16 就在愛琴海上面 是 因為愛琴海大部分的島嶼 跟它的空域都是希臘的 但土耳其大啊 你希臘人口才1700萬 我人口是8500萬 但是我每次都打不過希臘 因為希臘它是 它的訓練在這個質量上面 是超過土耳其 好那現在F16打F16 結果希臘的F16是新的 你現在土耳其它要新的 因為美國要賣F35 我兩個都要賣 兩個都要買 那不可能我給你土耳其 我沒有答應希臘 不可能 所以你們兩個都拿不到 我不希望你們兩個都升高 好那現在 那兩個都已經有F16了 那它要新的F16 希望能夠超過希臘 希望升級版的 是這個樣子 希望土耳其的F16是超過 蓋過 壓過 碾壓 希臘的舊的F16是這個樣子 因為它的航電系統 雷達系統 所有相對雷達都是比較好 比較新 而且雷達用久了 本來可以看200公里的 只能看150 因為你會慢慢衰退 雷達一直在衰退 好那我現在買新的 我看200 你也沒看到我 我已經看到你了 而且看得很清楚 你就是幾架 距離我都有 這樣它佔優勢 所以我們看到 土耳其在這一方面 土耳其非常的聰明 所以他才點頭 一個我要加入歐盟 第二個我要新的F16 我才遵這個瑞典 因為這30億國家 是他們講的 必須要全部通過 每一個都要通過 土耳其就拿這個梗 去擋瑞典 然後換去這兩個條件 哇真的是 好我們看到了 其實有很多時候 你跟美國在做生意 都是在條件交換 但是接下來我們來看 Made in China的福建建 接下來不一樣 不得了了 電磁彈射跑道已經亮相了 各位看看這個照片 航母的艦載機 是非倒數了 這一次的福建艦 大家說最大的一個亮點就是 因為它的電磁彈射的跑道 另外最後剩下 這個三分多鐘的時間 我們就請將軍 幫我們一併來講完 那麼接下來 據說這個殲-15T 有可能會是第一波的 這個艦載機的是非嗎 對我們可以知道這個電磁彈射 電磁彈射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它非常吃電 你想想看要把20公噸的飛機 甩出去射出去 你看它的電要多強 而且瞬間 你如果射失敗 那飛機掉到海裡面 那開玩笑30億台幣的 1億美元的東西 掉到海裡面還得了 而且你要知道 那個要搶救都很難 為什麼 因為就是太近了 太近了 你根本沒辦法彈射 你的彈射都很危險 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福建建它的電磁彈射 你看它本來把它蓋起來 因為裡面都是那個 比較精密的設備 你不能有溫濕度溫控 你在裝的時候你要這個樣 因為電磁 因為中共跳帶嘛 它跳過蒸汽彈射 超車 美國是有蒸汽 先滑跳 再蒸汽彈射 最後再電磁彈射 中共是直接電磁彈射 我不要蒸汽彈射 是這個樣子 直接跳帶 就是我跨一帶 是這個樣成熟了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1015T 它的起落架 你要知道電磁彈射 它掛在那個 它是掛在那個鼻輪上面 從鼻輪上面拉出去 那個起落架那麼粗 你要知道你看金屬那麼粗 你看顧不顧 它的起落架 它降落上去 主起落架 主輪也是那麼粗 直接砸上去 反正整個飛機結構是很強悍的 而且在預落箭的時候 瞬間拿住 瞬間拿住 你看你要知道那都是金屬 你有沒有辦法 它裡面的減力 硬力 饒力 還有那種 我們講到的那個 衝擊的那種力道 對那種衝擊的飛破壞性 我們講到飛破壞性 因為它不是摔的什麼 它是飛破壞性 造成金屬疲勞 都會有這個狀況 那它現在要經過強化 因為是中國第一艘 電磁彈射的航空母艦 那就不一樣 人員的訓練也不一樣 它完完全就瞬間就拉起來 所以在這個起飛的瞬間 人幾乎那個眼睛 或者是人的生理上 可能都會有一些挑戰 那這個福建建 到現在已經做了這樣子 我判斷它的成軍 成軍又向前跨一步了 只要電磁彈射出來之後 它就要開始做整個海事了 本來說海側 來測試這些裝備 到時候變成 我真的要開始做驗證 變成這樣 真的就是要出航了 對就是初級作戰 有初級作戰 然後再變成全戰備 對 沒錯 那現在很多中國的軍事專家 也在分析 未來呢 接下來殲15T 可能跟FC31戰機 成為中國航艦的主要空中兵力 那麼有可能呢 相關的這個彈射 是非這艦載機的這個 是非倒數嗎 大家說有可能8月 最快的話啦 有可能是8月 或者是呢 因為相關都要準備好 就像剛剛將軍講的 一定全部都要萬無一失 要不然有可能會是在10月1號 大家也拭目以待囉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很重要的理由 專家說美國要把台灣烏克蘭化 右大陸打台灣來牽制大陸發展 這些綠美不會告訴你 中天會 如果你不要戰爭 要和平 你需要正確 而且權威的國際資訊和情勢分析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有多一分力量 對待會兒 不斷地 有多一分力量 要不斷地 我去很重心 有多一分力量 就能靠 不斷地 互相 不斷地 這部 獨家 歇